瑶瑶 哎 你脖子上定位器呢 啊 我给瑶瑶带的脖圈是那种安全扣的 如果她出去玩被树枝挂住的话 可以挣脱开 这样比较安全 也不知道这个瑶瑶去哪玩去了 能把脖圈给弄掉了 哎 有信号了 这个定位器有个缺点 就是你必须得离得很近了 才能告诉你具体的方位 在这呢 我去 怎么被拆成这样了呀 还扔在路边 就感觉都不像猫自己弄下的 像被谁给拽掉了 而且这上面给瑶弄的那管架钥匙 还被谁给摘走了 上家里带上 所以别弄掉了啊 叔叔啊 叔叔 啊 哎 我爸爸说我们 我爸爸讨厌我们家猫 到时候能不能送给你们呀 给我们啊 嗯 我们家猫 我们家照顾也 猫太多了 为人照顾不过来 我们家猫就是 呃 那个猫太长了 总是钓毛 爸爸不习惯 但是猫咪都会钓毛 但是猫咪都会钓毛 你当时养的时候是你自己要养的吗 我当时妈妈要养的 那妈妈呢 妈妈想把猫送人吗 我想但是妈妈飞也送了 那可能要 要让你妈妈跟 跟 跟爸爸在商量商量 后面我带爸条出去玩 小姑娘跟爸条玩得很开心 可以看出来她很喜欢小动物 而且我们家每只猫的名字 她都知道 之所以想把她的猫咪给我 也是因为这样起码 她还能再见到她的猫咪 我发现现在有一些家庭 确实会遇到类似的情况 养宠物的时候 考虑的不太周到 最后因为各种原因 要把宠物送走 但家里的小朋友 已经和小动物产生感情了 肯定就会很伤心 所以大家养宠物之前 一定要考虑清楚